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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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才想说 这一组也是用在 就是拍party 然后吃饭 大家聚会的一个场合 然后想说有这个铃铛的话 可以就是聚集 跟聚集的力量 冰分的餐具 其实巧妙各有不同 看看这朵圣诞红 开得多么娇美欲滴 像是活艳艳地开在枝头 又像是浓妆性感的亲手女 让人忍不住想靠近嘴边 以情方泽 没问题 你可以用它来盛装食物 让它和你再靠近一点 吃东西的一个小碟子 然后我这个设计是 其实这个是一组的 就是由上往下看 它是完全绽放的一朵圣诞红 小小的碟子 圣诞红的绿叶在盘圆微微翘起 刚好可以用来放坚果类或小点心 餐具要讲究 用餐气氛也要讲究 那么来个竹台点缀气氛吧 圣诞红的竹台 从正面或侧面看 都是一朵完整的圣诞红 最有巧思的是中间的花蕊 试过把蜡烛点在花心中吗 这个竹台就能在圣诞红的心里 开出一朵光 其实就是那个圣诞红的蕊 花蕊部分 然后我想说 这样子放下去 还是要不要破坏它的 它原有的 还是要把这个设计进去 我这个也是发想了很多 我也是画过很多很多 然后有些人觉得形状太累赘了 所以我刚才想说 以最单纯的一个圣诞红的造型 来把它设计成主台 最简单 因为我本来也是有一个基本系 然后上面可能想说 怎样去绕圣诞红 后来发现我觉得不太适合 好可爱的作品 好可爱的设计师 到底哪里来的巧思呢 喜欢自助旅行的傅君亭 经常在国外的跳蚤市场挖宝 也喜欢看古建筑和古董 这些旅行经验 往往成为它的灵感来源 我觉得一定要感情 而且最好是你 可能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或是经历 然后你把这个经验或是这个体验 把它或是有感情的东西 把它融入在你的作品里面 能展现温馨可爱的 还有这一系列欢乐村庄圣诞吊试 看来就让人发自内心的想微笑 可爱的猫猫狗狗 小兔子 雪人 吊在家里的圣诞树上 哇 就像一群可爱的动物在开party 不必放音乐 旋律都已经随着动物的旋转 自动响在脑海里了 很多的动物有的是在 比如说在农夫或农夫 他们在家里陪伴他们的小动物 像猫 那这可能也是他们养在家里的 狗也是他们养在家里的 那从这个他们居住的房子以外 的农舍 可能他们养的动物 比如说像猪啊 或者是说外面的有一些自己野生的小兔子 或者是说在骨仓里面 或者是说农田里面跑动的仓鼠 那这些就是我们从这整个概念 然后从这个房子 这个的一个原型放射出去 欢乐村庄系列的主角是一群温馴的农庄动物 这些小动物们像是在圣诞树下吟唱平安曲 同心同趣的造型仿佛也感受到了动物们带来的平安喜乐 设计师结合了自己的生活经验 像是小时候家里养的猪 现在就化生成了圣诞调室 我只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后院 就是有养那种猪 那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在半夜的时候 那个猪曾经因为就是很养 然后它靠在皮肤很养 它靠在那个砖墙上 然后去抓养 结果把那个砖墙给推倒了 那就是类似这样的经验 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的经验 想说就是居住在比较农村近郊的地方 那在这些就是整个的一个发想的过程中 那就慢慢去思考说 怎么样可以跟这个农村这个概念做结合 还有这只小狗狗 设计师在画图时 头脑里浮现的是养在家中小木屋里的狗 于是将情感投入了吊试上 以立体词意展现动物们毛茸茸的质感 并且以建层细腻的彩绘 让它们有了微妙微笑的生动表情 这个端案的讨论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做非常的具体 那我们比如说从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经验 去找一些元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您刚看的视频是不是都很可爱呢 而这些可爱的小视频放在家里 就好像耶诞老公公真的带来许多的礼物 也好像看到迷路跑在银白色的雪地上 让家里的气氛很不一样 为了延续这股温馨的气氛 我们接下来要再带您来看看 更多耶诞节的艺术品 而这些充满异国风情的作品 都是出自于台湾业者之手 成功地攻占欧美市场 也让国外消费者对台湾设计 竖起大拇指 可爱的动物造型向来非常讨喜 国内外皆然 法兰茨在设计这系列的可爱调试时 参考了来自意大利的市场意见 决定把生活经验呈现在作品中 我们在进行这个欢乐农庄 这个圣诞农庄这个系列的时候 那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尝试跟我们的客户 意大利的客户在做讨论 这个专案的讨论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说非常的具体 那我们只是说从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经验 去找一些元素 这一系列的产品以外销为主 锁定习惯过圣诞节的国家 市场反应良好 因此回到国内销售也很受欢迎 像是这个可爱小雪人 红鼻子 绿手套 白围巾 巧妙地把圣诞节的颜色都放进去了 眼睛眯眯地闭着 表情很逗 还有这只小猫咪 被当成礼物装在红靴子里 看他大大的眼睛 像不像电影使瑞克里 喜欢装无故的猫靴呢 这个设计师他是林斯潘 那他当初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就想到说 用这个可爱的小猫 小猫那他可能从这个红靴子里面跑出来 那这个靴子就是我们一般对圣诞节 一个很强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礼物 那他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延伸 就很像他本身就是一个礼物 那再加上我们本身这是一个礼品 那他等于说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去做一个整个的一个贯穿 希望说就是说买礼物的人 或是说送礼物的人 他给的是一个很强烈 就是说一个欢庆圣诞的一个概念 不只可以把家里挂得叮叮当当 还可以把这些小东西放在桌上 让他们陪着你工作或念书 有智慧长寿的猫头鹰 有调皮活泼的松鼠 他们都是圣诞老公公的好帮手 一起整理孩子们想要的礼物 将幸福心愿分送到孩子们的床边 因为我们考量到说吊试跟摆试 他考量到他的一个目标价位的一个设定 那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吊试它的体积尺寸会比较小 那因为考量到说 它基本上是吊在一个东西物件上面的 可能是垂挂 那如果说太大的话 相对可能也会考量到说它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在做 我们这一次可以做到摆试的时候 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尺寸再放大 艺术品要打动人心 得有故事和意涵 看看这组名为欢剧山雀系列 白雪纷飞的北国风情 精密的树林间 山雀站在人冬树上 嘴里叼着红果子 像是来报喜 又好像想说些什么 其实设计的背后 可是有一段故事的 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去欧洲办展 那常常办展的时间 刚好又是农历年 又是我们过年 那本来是要跟亲人团聚在一起的时间 那我就要飞来飞去 那最主要这个系列的改变是这样子 就是从飞机上看下去的时候 那个雪覆盖在他们那个地道 那种Village 飞机飞过去的时候 就觉得说 说真的蛮畅上的 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离家这么远 离家这样那么远 那时候我就有点 想说那我这个圣诞节 圣诞系列我就来做一个串场 其实这支Chicken Deer 山雀其实就是我 你看我嘴巴咬了一个红果子 那个Colly Berry 那鸟上面咬的那一颗 其实就变成星星 所以其实我是带一个 我对家人的思念 跟我想带给他们 什么样的祝福 那我就变成Chicken Deer 原来设计师将自己化身为山雀 在一片雪白色的寒地里 寻找代表生命力和热情的红果子 在欢乐中传达对家人的思念 这只山雀放在家人的照片前 有一种淡淡的思念 一点淡淡的甜蜜 还有一种暖的化不开的情感 这种鸟很可爱 它们有群聚的特性 它们就是喜欢一个朋友 大家就群聚在一起 那它就是大家族 那然后它很Q 小小只 不会很大只 然后它是寒冬的鸟 就是说在平年雪地之下的时候 它一样很活 它不怕冷 那它常常都会去找这个 Holy Berry这个果子 那刚好这个习性呢 就刚好有点女人 刚好跟我们的个性有点像 这一株珠美丽的树 是欧美用来当圣诞树的忍冬树 生长在寒带 台湾消费者很少见到本尊 大多是塑胶质的分身 不过在法兰茨的世界里 你不必接触 有塑胶味的忍冬树 设计师给你一株磁座的 带着光泽的忍冬树 不爱花 它会很难以株 就是它冰冰雪地的时候 还会有这么 这么有生命力的叶子 然后果子就很鲜艳运的叶子 所以就会带很有节性的感觉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是非常代表 圣诞节的一个元素 这系列作品取名叫欢聚 这群山雀的确带来了 欢愉的气氛 圆圆胖胖的身躯 站在忍冬树上 表情有点呆呆的 很可爱 花瓶背景是雪地里的粉白色 上面有山景 有房屋 也暗喻着设计者的想家的心 最喜欢它一个 其实还是会回到原本的这个花瓶 因为它算是我整个井 最完整的胶带 然后我刻意在这个造型上 做一个内奥的造型 最主要也是一种包容的感觉 或是一种更大的胸襟 山雀一上一下地站在摇铃上 隔着树对望 另外一只则是站在糖罐子上 好像一个尽责的守门人 要守好糖不被偷吃 松果藏在未退的积雪里 白雪哀哀落在叶片上 仿佛就置身在北欧雪地中 株台用忍冬叶包覆着 点燃蜡烛 就好像在雪地里燃起一点温暖 我们要怎么去表现说 这个雪好像 就好像飘下来 然后积在这个忍冬的叶子上 那它很自然地呈现出来说 就好像雪花覆盖着这个叶的面上 那这个其实是小胶的难度 美的东西都不容易做 最难的是哪个呢 设计师东看西看 答案是都很难 拿起这个碗 好 你最难 因为你的颜色最好看 又是不规则的形状 在陶瓷的上颜色的过程 我们会用到一些 尤其是像我这个局部 要做一个建成色 那它需要去喷灰 那喷灰的过程中 只要它有一个内凹的形状 尤其是像这样 它去彩绘里面的这个叶子的时候 就很难 因为它的颜色会互相地重叠 那就会画得很不干净 那变成说 在做这一件上彩的动作的时候 它必须要非常地仔细 去上彩 去喷慧 那对它来讲其实都是限制 对彩绘的老家来讲 限制性比较高一点 红绿色系的夜旦原舞曲 象征欢乐喜庆 有满满的热情 雪白色系的欢聚山雀系列 则有浓浓的家庭温情 这一系列的圣诞艺术品 是不是都融化了你的心呢 宋朝还不会烧到火灯 在明朝才有 也要做科技的力量 让现在的色料 可以越来越呈现 非常多的颜色 可以让我们来做到 过去不能做不到 我可以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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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不到